我看真的看不见这个瞬间的融合的NG 我不是深刻 哦耶 哦耶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Music正在看 我是老郑 要说吴莫愁最近在闪光的乐队上的两个舞台 可真是让人大为震撼了 没想到消失了三年的他 如今卷土重来 实力依旧不减当年 连梁龙都直夸 我的视野里能看到国内 我一看就有国际概念的流行歌手 吴莫愁 与刘易云合唱的Dance Monkey 一开口还以为原唱到了现场 I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every time Oh my, I, I, I I like you style You, you make me, make me, make me wanna cry Now I fight to see you dance All time No about money, money, money We don't need some money, money, money We just wanna make the world chang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当年初出茅庐子他 凭借在好声音舞台上的一首 Press Tag 一炮而红 而作为第一季的亚军 总决赛的一首 Yang 堪称他职业生涯中 最严重的车祸现场 更有网友知乎 好像恐怖片拍摄场地 连台下的导师刘欢 都被他给唱笑了 难怪后来他自己也吐槽 我把字都给唱没了 但我没办法逃走 我被架在舞台上 硬着头皮 去追赶节奏 把歌词从嘴巴里逃出来 那是一次灾难级的表演 当即好声音人气最高的歌手 资源更是源源不断 但随后一些接二连三的负面消息 比如耍大牌 让助理帮忙穿鞋 地铁站吓哭小朋友 以及被评为 亚洲最丑女性等 让当年这个顶流歌手的事业 是一落千兆 19年因为母亲生病 和舆论压力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退圈 不擅长做表情管理和情绪管理 很快 我自压连嘴的照片 全网都在传 于是我成了 亚洲最丑女艺人 直到去年 她以小导师的身份重回好声音舞台 虽然刚复出略显紧张 但天生就属于舞台的无陌仇 还是给观众带去了不少经典又百变的舞台 希望未来她能够放下过往 重拾对音乐的热爱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舞台表演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老郑视频的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